换季的时候,正是湿疹好发的季节 如果没有善加控制,可能会反复发作 湿疹的皮肤可以表现湿,也可以表现干 所以湿疹的皮肤既不是太干,也不是太湿 而是敏感脆弱 湿疹也是像个人体质的问题,免疫系统的问题 而且湿疹一般也不容易断根 有时候跟你的饮食,生活作息都有关系 一般这种湿疹大概都是用药物控制 没有根治的疗法 而且它跟遗传有关系,但是不会传染 一般像水果的话,大概芒果跟奇異果 因为奇異果在台湾不生产 芒果是算最赌的水果 这两种水果不要吃 那坚果类,尤其发生啊 剁类这种类,如果放太久的话,怕有黄芪毒素 这个如果再吃来,因为它油脂有时候会氧化 所以久了就有味道,那个就是有黄芪毒素 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 肝脏的代谢就是你排毒功能会不好 有时候就会引起痒 那再来就是尽量不要喝酒,尤其啤酒 啤酒对皮肤痒的人,尤其失诊啊,那个都是禁忌 再来就是海鲜类 吃了这个,就是有壳没骨头的海鲜 像虾子、螃蟹、花枝、鱿鱼、蛤蜊这些 吃鱼是比较没有关系,有带血液的比较没有关系 再来就是作息可能尽量不要熬耶 因为你太累的话,可能也会干疲劳 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 所以比较容易发作引起痒 还有就是天后啊,有时候气候变化 可能也是比较会引起皮肤的失诊、腹发 沖冷水,或是用冰冰凉凉的湿毛巾冷敷 冷敷后皮肤血管收缩,痒的感觉也会因此减弱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